大家好 今天講的題目是言說分詞 言說分詞 有很多名字 比如說大家可能聽過就是言說分詞 談話分詞 Discord Analysis 如果真的要 談的話 他們的字 定義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大體來說也是差不多 他們研究的對象就是 語言的使用 還有基建的關係性 因為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用的字 如果定義是完全不一樣的話 我們溝通詞是沒有辦法是達成的 我們之所以 可以溝通是因為我們對語言的字 有差不多共通的理解 我們才可以達成一個叫溝通 情報的全答 就是分詞這個共通的理解是怎麼發生呢 就是言說分詞的 做的事情 言說分詞 就是語言的分詞 可能也會理解 也是對 因為他一開始是語言學的 角度裡面觸法 去研究談話 還有 溝通 語言溝通的 字的 語言的選擇 但是呢 所以 看漢代來說 不一定是文記的 比如說 圖章 新音 不是語言的新音 比如說 音樂 也是 他本身 也是全大的一個意思 對嗎 所以 這個字號的表現 也是一個 全大 情報的一個 媒介 所以 也可以擔成 言說分詞的 對象 比如說 一幅 一個 電影 從什麼的社會 還有 文化的背景裡面 生產出來 創作出來 然後 他的肚子 他的觀眾 是用什麼的 方式 去 觀看 然後 他們的 接受的情度 然後怎麼影響 這個 電影的評價 之類 其實 也可以 因為這個 當眾也可以 當成一個 溝通的 個性 因為他們 全都 表達了 一個意思 對嗎 所以也是一個 溝通 用一句話來說 就是言說分詞 不一定是分詞 語言的本身 言說分詞 是分詞 一個概念 一個 印 印象 這是一個 我們對 一個概念的 共通理解的 監控的個性 還有 從什麼的背景裡面 起源 達成我們 現在 可以見到的結果 一個共通的理解 這是 是意義的關係性 元素分詞有很多不同的 分詞的手法 比如說用量的分詞手法 這是 可以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經濟家 你看他的公開的談話裡面 比如說 在報紙啊 在電視 裡面講話的時候 用什麼字 用什麼字 是比較多 如果某一個字出現的 頻率 比較多的話 是不是代表他比較重要啊 然後你還可以看 他從什麼地方 場合 用這個字 比較多的話 可能這個字 在 對這個場合 有特別的意義 可以講 從一個統計的 啊 數量的分詞的手法裡面 去分詞 語言的選擇 另外還有用 啊 質量的 分詞 比如說 不適中統計 不適中 數量裡面分詞 是 分詞 會什麼 啊 啊 講話的時候 這個人 會用這個字 因為 他選擇這個字 跟他的社會背景 還有他表達的意思 就 有一定有關係的 他說的話 對這個社會 會產生影響 你這個社會本身 就會對 這個啊 講話人 產生影響 所以 啊 講話的人 不是獨立的存在 他是一個在社會裡面 意義的存款裡面的 其中一款 所以 只是從一個人 的 語言的選擇的分詞 你是從一個 款的 一點裡面分詞 這個款的意義的存款 然後在 私分的話 可以分成這個 內容分詞 還有 談話分詞 內容分詞就是 啊 剛剛說的 來一種用統計的 啊 極修虛 的 分詞 手法 這種數量 來數 來統計 為什麼 這個 詞出現的 啊 次數 頻率 比較多一點 如果是 談話分詞的話 你是從一個 解釋主義 就是 啊 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 啊 這個人 在這個場合 會用 這個詞啊 因為 他本身是一個 文本 這個文本跟社社會的 啊 背景還有文化的背景有什麼的關係 另外 剛剛講到 不因為 人說分詞不一定是用語言的嗎 不一定是文字 啊 影像還有圖像也可以 所以呢 如果 啊 用 演奏 電影的話 也可以從 啊 為什麼他們用這個 打燈的方法 為什麼 這個鏡頭 會怎麼拍啊 啊 會什麼 這個新英 會怎麼 啊 騙集的話 也是一從 從一個 語言學的角度裡面分裂一個影像 的 啊 方法來的 嗯 基本上 他們方 方法可以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觸發點是一樣的 言說分詞有什麼好還是不好呢 比如說 進行這個啊 完斷的 啊 演奏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因為是完斷的演奏 你是 你需要知道你 演奏的對象 一個很 廣 一個廣面的知識 啊 打一個例子 比如說你演奏啊 美國總統跟 英國首相 他們的發音的 關係性 那代表你需要知道 啊 美國跟英國的進制 才可以做這個 元素分詞的比較 那代表你是做一個國際的進制分詞 其實蠻難的 所以比較多就是 啊 雜中一個 地域 或者一個 啊 炸雞體鞋 比如國家 或者一個社會裡面的 啊 談話的內容演奏比較多 那不代表你是不可以做 我剛剛說的 哪一種 美國跟英國 啊 經濟家發言的比較 只是 比較難而已 相對來說是 中間的研究 比較多 什麼是中間的研究 就是 習近的變化 比如說同一個人 在不同習近裏面 啊 說話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有跨學 不一定是同一個人 比如說同一個問題裏面 啊 在 啊 50年前 20年前 還有現在 對同一個跨題 對同一個對象 啊 不同人的發言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 歷史的 元素的變化 這一種研究是比較多的 在元素分析裡面剛剛說的那個數量的分析 還有質量的分析 其實 可以 啊 放在一起 重複 配合使用的 但是 當然也 這一種 這一種元素的分析也是有 他的決定的 比如說比較有 用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 是 漸田仲介的 一個研究是 近代 日本的新興的歷史 他研究是 樓行歌 從 明治 年代到 說話年代 不同的樓行歌 裡面用的字 用兩個方式 剛剛說的 量的分析 字的分析 他也用到 量的分析有什麼呢 就是 這個字比如說 Lamida 眼淚 出現的那個頻度 就知道 哪一個年代 裡面 這一種 B上的心情出現的就比較多了 然後也會用字的分析 就是用的是什麼字 這個字 跟社會的 跟社會的 背景有什麼用 有什麼 有什麼關係 比如說 在 第2次世界大劍的時候 Namida 這個B上的字 出現的比較小 原因是 原來是 跟當時的 建政 敬服 不一樣 樓行歌出現 B上的感情 原來這個有關係的 這樣 當然 健康中介字也知道 也有在 之前的那個 Mai Kaki有寫 就是 用這個概念的變化 的 言說分析 可以知道 到一個 日本當時 社會的心情 但是不是代表 當時 每一個 日本也是 同樣的 心情的 建理是抽出了 一對 例子 樓行歌的例子 來說明 可能在當時 有很大部分的 日本人 是這樣想 但是不代表 是同一個社會 裡面所有人 也有 同一樣的想法 如果加更多的例子的話 可能他們 我們會見到很複雜的 庫向的作用 可能更多的 歷史記念的 英國的關係 所以在言說分析我們抽出 一對例子分析一個概念的變化的時候 只是我們 一定要知道我們 抽出來 然後言說的分析是簡單化的一個概念的變化的 這個也是言說分析的一個 極限